这不一样 大家好我是邱光芳 今天又来给大家做视频 本一视频的话给大家带一起战斧比赛的爆破教学讲解视频 然后玩的是黑色神真老师 上来我们是担任保卫方 这场比赛是邱宇在东部战区 跟自己的一些新队员们组队娱乐的时候录制的 新队员们的话大多都是以粉丝组成 所以说可能在配合上面默契度会差一些 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邱宇在防守一大时候 发现中文偷屁股了一个 然后直接一枪甩枪带走 然后队友的话爆点逼去rush了 我们这边秒是闭门 就闭门的话打掉一个闭门过点的潜伏 然后我们这边再继续闭秒 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 队友爆点后面还有两个 然后我们这边看到一个直接一枪甩枪 这枪比较凶 然后就最后一个看到从闭门拉出来 然后一个跳局直接带走 完成一个残局四连杀 还是上来就是一波高能 比较皮 我们这边走上来的话 还是给中门一些压力 为什么因为这个对面的话还没有反应过来 以我的经验的话 这个四杀确实就打的有一点 在敌人的视角里面 因为他不知道我是在 基本上是在哪个位置 就大体位置 他知道大体方向 但是他不知道我的具体位置 他这种就死得很莫名其妙 这个时候他肯定是没有反应过来 秋雨的决定他肯定就是趁他病要他命 趁身追击打得凶一点 然后我们这边小到这里稍微看一下 然后任何高报 然后实际上秋雨也是用上了迷彩敌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COP有时候打腻了 COP打腻了 换上迷赛迪哥来换一换心情 然后呢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COP可能比迷彩强 这个可能加了子弹术之后 确实有一点 因为射速比较快 然后呢 这个打起来可能就会稍微好用一点 但是迪哥的话 也有他自己的好处 因为各个枪有各个枪的打法 可能很多人以前不太了解秋雨的都不知道我最开始就是用迪哥的 然后我们就有很多他说你没有COP你就不能玩了 其实不是的 只不过呢 有了COP你可以打的稍微激进一点 打的稍微凶狠一点 但是你如果是迪哥的话你就要注意你的回弹术 就比如说你开一枪之后你下一枪的那个间隔其实是很长的啊 就他的射速并没有那么快啊 所以说对准度要求比较高啊 那像那说准度的话可能啊 我这边就差一点啊 现在这段时间确实差一点啊 没有怎么去练这个东西啊 手枪准度的话没有以前那么准了啊 就偶尔的话想用这个枪来找一找往日的情怀啊 上来的话要不看看这里啊 就往拉出去直接在这边小刀打掉一个之后 一柱甩枪甩掉一个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是在旋转一个局准备跑 然后就在这边切手将去追他 哎这个时候想跑有点不现实了 啊直接哎又是一个四杀四杀完了 我们这边三比零开局啊 三比能开局压力比较大啊 说实话 这个时候秋运的是十杠零啊 哈哈毫不客气的说啊 有点皮啊 十杠零啊 但是的话好像后面还是 破了啊破了 我们这边上来的话 在中路看到一个走小道的 然后高告诉队友的话可以 嗯 放防守一下小道 然后确认的话这边来架着一打 这个位置的话是就打枪王 这往经常会用到的位置啊 也推荐大家去使用 你知道往这边一蹲的话 基本上A大那块就基本上看不到你了 然后你抬头的话 就是能打到A大的所有人啊 所以说啊 这个位置还可以啊 想当年啊 在跟卡哥打对面的时候啊 我在这个地方连杀了他两次啊 第一次的话杀掉他 他可能觉得啊 是吧 不认服啊 第二次再来 哈哈哈 然后的话啊就很难受了啊 然后那边的话这里绕了一波屁股啊 要的一波屁股从A拐绕到这个匪夹 然后呢手枪啊 这个水枪有点确实有点小水小水的找找机会来的话给大家练一练啊 然后很多小伙伴呢对秋雨的这个战队比较感兴趣啊 秋雨的战队的话 啊进队没有任何要求 但是啊记住我的建议啊 记住我的没有什么实质的要求啊 我的建议就是大家如果有战队啊 有朋友玩就不用来了啊 我这边战队的话就是可能说会收一些啊 大家平时没有朋友玩都是一个人感觉就是说比较孤独啊 比较寂寞啊 可以来去这边啊 接受我的关怀啊 接受我的关怀 然后呢 我们战队啊规矩是有的啊 不准开挂啊 不准借号 不准借钱啊这是我的三大规矩啊三大规矩不能吵架啊 不能吵架的话啊 这个其实打我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挺可谐的 我的队友里面 然后这边我们在切换上下半场的时候 秋雨在第一波直接被对面的这个保卫者秒掉了 而且是一个突败不过啊 这个其实就有点伤自主的那样对不对啊 然后这边的话肯定就这把死磕币点 然后可能老粉都知道秋雨打黑色 喜欢去摸币啊喜欢去摸币点 然后呢去抽人啊 然后我们打币点呢也是打的比较好吧 然后呢哎 我们这边上来的话 队友把那个保卫者打掉了 然后就帮他们加一下逼狗啊 逼狗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狙击位啊 肯定是要加的 特别是在队友过点的时候啊 帮他们做掩护一波啊 然后在视频这边最后呢 秋雨还是给大家打个小广告啊 大家有这个小伙伴有玩这个新浪微博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秋雨的这个新浪微博号啊 战神秋雨啊 然后呃这个每期这个视频呢 都会在下面更新 还有去平时的一些动态 然后偶尔呢 在这个逢天过节的时候给大家吃吧 呃送送礼礼物啊 是吧 Q送送QB啊 送送CDK啊之类的 然后呢 我们这边还是来打别 哎 还是来打别 这一波的话 秋雨在那个呃 这个后花园的话 是拘调了一个逼藏出来的人啊 然后这边继续描笔稿 哎好的对面举手也是不服气啊 铁头娃是吧啊 然后我们上来的话 一个双杀双杀完了 最后一个啊 对我爆点好像是在中路 然后我们这边切手枪 直接拉出去跟他锤 哎 一枪带到 好的那本集说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哦 的 说出来 来 不财